同学们大家好 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将进入操作系统的学习 那么操作系统对这个计算机的必要性 在这里面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操作系统也是大学计算机系 一门非常重要 也是一门非常基础的课程 同时操作系统对于这个计算机的编程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这个部分 希望同学们可以认真的学习 以及多和老师进行交流 那么在这里 我们先对操作系统的演进历史 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我觉得操作系统的演进历史 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阶段 就是没有操作系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 计算机都是人工的去操作的 并且操作的时候 每个用户就会独占一台计算机 并且在那个时候 计算机的CPU是等待人工进行操作的 当用户进行输入或者是输出的时候 CPU和内存的资源都是空闲的 因此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时代 计算机的资源的利用率是非常的低的 接着第二个阶段 是批处理系统的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 计算机就无需再等待人工的输入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用户可以批量的导入这个任务 那么这样子 用户在导入这个任务之后 就可以离开 计算机就可以自动的去工作了 因此在这个阶段 这个计算机的资源利用率就大幅提升了 同时在这个阶段呢 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 叫做这个多道程序设计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也是影响到我们后来 所有的操作系统的 接着是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分时系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最重要的一个设计 就是人机交互 那么在前面呢 不管是这个无超出系统的时代 还是这个批处理系统的时代呢 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人工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 在这个分时系统呢 人机就可以进行这个交互了 并且人呢 可以实时的去调试这个程序 还有就是这个分时系统 允许多个用户 同时共享这个计算机的资源 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 计算机的资源利用率大幅的提升 那么这个分时系统呢 也是现代主流的计算机系统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想对这个多大程序设计 进行一个展开 多大程序设计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早期的批处理系统呢 其实每次只能处理一个任务 虽然说在这个批处理系统里面 我们可以进行 将这个任务批处理的输入 但是呢 这个时候计算机呢 它运行 它只能同时运行一个任务 也就是说 虽然说我的任务是批处理的输入的 但是呢 计算机它每次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因为有了这个多大程序设计 使得这个批处理系统 可以一次处理多个任务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 虽然说我的任务是批处理输入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计算机它同时可以处理一个或者是多个任务 这个多大程序设计的出现 使得这个计算机的效率大幅提升 什么是多大程序设计呢 多大程序设计指的是 计算机内存里面可以同时存放多个程序 并且这里面的多个程序 相互是不会干扰的 那么这里面的多大程序 在计算机的管理程序之下 就可以相互做它的运行 以此来提升这个计算机支援的利用率 因此这个最多大程序的管理 是操作系统的重要功能 那么操作系统对这个多大程序的管理 以及支援的管理呢 就可以分为五大功能 第一个是这个进程管理 第二个是存储管理 还有就是这个作业管理 以及文件管理和这个设备管理 那么本章呢也是对这五大功能 进行展开来学习的 在本章首先我们将会学习 一个计算机系统概览的这一节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是从概览的角度 去了解这个操作系统 接着呢我们将会学习 这个进程管理部分的内容 包括这个进程管理之进程实体 接着是进程管理的母作态模型 然后是进程管理的进程同步 还有这个Linux的进程管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最终会结合这个Linux 来了解这个操作系统的进程管理 接着是这个作业管理 那么对于作业管理呢 我们将会了解这个进程调度 以及对这个死索的避免和管理的 接下来是第三个功能 第三个功能是这个存储管理 那么对存储管理呢 我们将会学习它的内存的分配和回收 还有这个断页式存储管理 以及这个虚拟内存 最后会结合这个Linux的存储管理 来学习这里面的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 接着还有这个文件管理 那么文件管理呢 我们将会通过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 去学习的 然后我们将会结合这个Linux的文件系统 以及文件的基本操作 去学习这个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 最后我们还会学习这个设备管理的功能 那么我们将会在这个操作系统的设备管理 去了解相关的内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章将会学习的一些章节 最后呢 因为本部分很多时候呢 都会涉及这个Linux的操作 因此呢 对这个环境也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在本章本个部分 我们的Linux环境呢 将是使用这个VMware Workstation 加上这个U1图来搭建这个Linux的虚拟机环境的 同学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以及这个U1图的镜像 去搭建自己的虚拟机 对这个Linux环境的虚拟机